我是預言家 我閉眼的時候我就在想 我要查誰... 我要查1號補星呢 還是9號雨晨 還是6號小賴呢 但是後來我想說 查一下10號好了 因為10號她的 然後她不論是當狼 還是當好人都很穩定 所以我想說那我查一下她了 結果各位觀眾 她就是狼人好不好 然後她是我的查紗 對啊 我覺得 因為2號現在跳個預言家嘛 那我還是得先聽一下 10號的發言 我再來認你這個預言家 因為畢竟現在就是很多 會汗跳什麼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馬上認 但我覺得 以2號的發言 我覺得是滿像真語的 因為我覺得她的心度歷程 是滿滿的 就是她有講說她想要去查誰 我覺得這個滿像是一個 真語會發言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保險起見 我不太敢那麼肯定 我覺得我還是要先聽一下10 4號 很保守 對 她不來了耶 我會有一點懷疑4號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 她保守到我覺得 我其實覺得2號是真語言家 這件事情也是滿明朗的事情 那4號有必要再去這樣 先擺在一個問號 那可能 我就是現在先把4號 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號去 可能她真的想保守打 可能她 想要給她的人都有一個空間 去跳預言家 不給遊戲體驗 還發叉叉 不太像... 想要跟我一些激烈的對決 但今天沒有 我覺得我這個聲音有點 很難讓你們幸福 我得換一個聲音 好嗎 2號玩家 你跳預言家 那你發誓紮殺 你先成為主嗎 不好意思 霹靂卡 霹靂喇喇 霹靂喇喇 霹靂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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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瘋 不要我愛 就是不要我瘋 不要我瘋 不要我愛 剩下的衣服環環 來到了光年之外 假的那大事人 美情的快樂 插個毛 插個毛 天天請便言 愛在你身邊 不要這些鬼 你我的交戒 我怎麼進隊 故事的結尾 你一場不要臉 佳靂喇 一直我的愛 臉不斷錄影 太誇張了 我們走過了多少的傷害 然後經歷了又一次失敗 No I'll be alrigh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All right be alright